今天家里有人来做客了 阿妍又开始白火了 她可太能说了 来的是一家四口 这是爸爸妈妈和有姐姐和弟弟 他们的孩子来家里做客 也太能说了 阿妍就是所有人来我们家里的做客的话 就只能看到阿妍一个人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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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好能说话 然后这一天的早上呢 就是老师突然在群里说 她今天不能上课了 因为戒指卡在手指打不出来 她觉得有一点难受 准备要去商店里面去看一下 怎么办 结果呢阿妍就特别热心肠 说她有办法 可是我们给老师打电话呀 联系老师都没有人接听电话 阿妍就拽着我们过来了 她自己就 我们俩就刷了个牙 就直接冲到人家来了 她怕晚一点过来的话 老师就已经走了 这样子比较当事嘛 她要开车去那么远的地方 她觉得她有办法肯定能 把老师的戒指拿出来 可是她其实也没有做过 她就只是在网上看过这个视频 知道这个方法 她就那么有自信的就过来了 但是真的有效 你看就是这么一点点 拿一根绳这样子 一点一点的 把这个卡住的戒指给弄出来了 这个老师之前试过了很多方法了 就是都不好用 这个是唯一有效的一个方法 阿妍说如果去店里的话 员工也是这样弄的 还挺了不起的 早上看到这个 在储藏 他们没有那个 我们中国的机器 然后我这个小区 算是比较高级的了 也没有那个机器来储藏 就是这样子来涂藏 我们中国的都是电动的 嘶嘶嘶嘶嘶嘶嘶 它的是这样 然后除完的草呢 就有个人在打扫 我说刚才看一个人蹲在地上 这有个爷爷 这有个爷爷在扫 把这些草都给扫起来 就是这样 轻轻的 就用这个东西扫 印度人扫地呢 一般都是这样 蹲在地上这样扫的 他们那个东西还挺好用的 很硬 传统的东西还挺好用的 印度的暑假结束了 开学以后就给Tia送到学校去了 最后选了这个学校 就是在我们家附近的这个学校 外表就长的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因为学校不可以拍视频 所以呢 我就给大家拍拍宣传册 这个就是之前拍过了 它没有那个叫什么 没有空调的 但是这个夏天已经过去了 感觉没有空调 只开风扇也挺难过的 也过去体验了一下 真的不怎么论 开空调还容易就是感冒啊 什么的 所以呢 这就外面就去我这一米 一个小的游乐场 冬天的时候可能玩 然后有游泳池 这个我去看过 地下的有这个 游乐场还挺大的 一个挺大的空间 这是他们学校的一些活动啊 什么的 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学费是几百块钱 如果按一年交的话 是七百块钱一个月 对吧 如果按月交的话 就是九百人民币一个月 然后他的好处 为什么选这个学校 是因为他没有入学费 入学费很便宜 一千块钱还是多少 一千人民币是吧 所以人民币 入学费很便宜 主要是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就学不到一年嘛 如果要交 如果学十二年的话 那我交一个一万两万的入学费 我也认 但我就学一年 就觉得有点不合适 这个他们的小舞台 我也去参观过 也还不错 我觉得他们会 去办一些活动啊什么 不算是诺伊达 比较有名的学校 但是 就算家门口附近的 还可以的一个小学校吧 反正孩子就上一年 主要是让他交交朋友 有个事干 OK 这原来的样子 现在的 我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好的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未来过几天 我们要回老家了 是吧 老婆 那再贴手机膜 未来过几天 我们要回老家了 马上就要坐火车了 下一期视频 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要坐火车 回老家了 早上 好 我们要坐火车